昨天我看到陳以馨跟侯友宇同台 接受这些学生询问的画面 我看的时候觉得画面好熟悉 我一直在想 这到底是哪里的画面重现 对嘛 我还想通了 这根本就是新北市议会局处首长 替侯市长抢答的画面 一模一样再次上演 以前遇到陈以馨委员 虽然大家立场不同 节目上面同台 或有一些场护道 会叫他称陈委员 以后叫他陈局长 局长得好 有没有觉得很像 之前在新北市议会 所有的人在问侯友宇市长问题的时候 侯市长不答 局长跳出来抢答 抢答完了 被议员骂完了 市长继续站在旁边 装傻 没事干的样子 昨天这屏幕一样 学生都抓公了嘛 人家是爱问要选总统的人 是你陈以馨要选吗 难怪曾民中都跳出来抓公 话太多 真的这个陈以馨完全 我认为他昨天只有讲一个戒督 就是我觉得他在努力要争取 当侯友宇的副手 很像嘛 这超级像 在应征啊 不然怎么在干嘛 其实学生想要知道的是 侯友宇你面对这些问题 你的态度跟看法 那说真的 把政大跟台大这两场 总和在一起 我下一个总结 就是说侯友宇 身为一个总统候选人 他没有能力 独立回答学生的问题 我认为这个是 他出了新北市之后 在所有的国政 国防外交 甚至内政上面 曝露出来最大的一个问题 你知道他这个 没办法独立回答问题变什么吗 所以这整场的那个 直播啊 其实很多人 都有看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 我说真的 一巴掌某沟 没办法回答问题 这是一个层次 但是他回答问题 完全没有思想跟灵魂 他连有一些问题回答出来 感觉像是用背的 用回答的感觉 也不是他自己的想法 其实我们选一个国家领导人 是希望说你对于很多的主张 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举几个例子 人家问他说 那个 你期待他讲一些 就是说他身为一个新北市 掌握总统候选人嘛 他可以推荐给学生什么吗 我认为他花最大功夫 是在干嘛 他在讲 就是说 那个以前新北市 跑地方握手那一套 然后当他自己讲到他最以为要的刑案 破大案 说真的 你面对的学生 20岁上下 你讲的案子都是 现在40岁以上才有感的人 就是你能不能有共鸣 现场年轻人一样无感嘛